歡迎收看《大然話之》 在咱們中國人有一句話說 風水輪流轉 現在世界強權也正在上演 這番轉的戲碼 尤其是在習近平 第一次登上了 這個世界經濟論壇 大出風頭之後 讓外媒有更多的想像 所以這個星期新聞週記 我們就要好好來探討各種的奧秘 我們要主動作為 適度管理 讓經濟全球化的正面效應 更多釋放出來 實現經濟全球化進程 再平衡 搞保護主義 如同把自己關入黑屋子 看似躲過了風吹雨打 但也隔絕了陽光和空氣 打貿易戰的結果 只能是兩敗俱傷 剛剛我們聽到的是習近平在 達沃斯論壇上面發表談話其中的一小部分 但是其實簡單來講 他就是在捍衛全球化 習近平首次登上那個世界經濟論壇 其實他的談話是蠻 就是符合大家之前的預料 就是他其實通篇都沒有講川普 但基本上通篇是在跟川普 對 因為他就是捍衛全球化 然後就是要做那個反那個保護主義的先鋒 所以他其實裡面提到很多話 就是在針對這個全球化保護主義的這個議題 然後包含說提到 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他其實引用的一個古詩 就是說乾瓜抱苦地 然後美籍生金籍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世界上沒有事情是十全十美 經濟全球化當然有它的問題 但是應該是想辦法克服那個問題 而不是一棍子一棍子打死 所以他就主張說 還是要順應跟那個引導去經濟全球化 來消除那個負面的作用 他有講一個非常關鍵是說 現在世界的亂象 其實跟全球 不可以把所有的原因 都是過到全球化 其實它是來自於一些戰爭衝突 或是監管的失敗 才會造成一些世界的亂象 但是我覺得裡面 西方媒體提出了一個點 倒是大家可以來看看 因為長期以來 不管是中國大陸或是習近平本人 都被視為是民族主義者 可是偏偏他現在卻在扛起全球化的大旗 其實他這個事情 他已經講了一兩年 他不是現在才講 如果大家回去看 就是去年9月大陸在G20 包含習近平他在G20前面有一個叫B20 就是說20國工商峰會領導人 他的演講 以及他在G20主論壇的演講 他其實都是在捍衛全球化的 這個倒是跟他去年到現在的立場是一致的 他的夢想很明確 就像剛剛中西提到 其實他的那個脈絡 你從G20到APEC以來 他的脈絡其實是一致的 然後他在這一次的全球經濟論壇的話 他是讓那個脈絡是更加清晰 他是完整論述 脈絡是一致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但前提是大家就去解讀 這個背後象徵什麼 因為其實之前都沒有大陸國家主席 出席過這樣子的場合 最重要就是總理出席嘛 那大家就想說 為什麼習近平會選擇今年出席 那其實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全球經濟論壇的閉幕那一天 正好是川普要就任的那一天 那其實這時候歐洲自身有很多問題 包含英國脫歐的問題 還有幾個國家也是要政權更迭的問題 然後其實現在各國都呈現一種 好像自身難保的情況 這時候中國站出來了 他向全世界在全世界舞台上 跟那些想要聽中國講話的全世界的聽眾 來傳達中國的方案是什麼 我覺得習一直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因為他是文革的時候長大的 毛澤東的時代長大 他其實心裡想的就是說 他還是民族主義那一套 他想要中國偉大繁榮富強 中國夢 中國夢的所有的思想的根源 其實是來自於他們那個時代的教育 那在這個邪谷眼上 美國的勢力在下滑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他此時他不出來 他什麼時候要出來呢 就算現在有些人覺得就是說 他可能內部還有很多問題 或者說也有很多人關心明年 應該說今年十九大接班的問題 但是他這個時候對他來講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他必須要好好把握 所以中西也是覺得說 他是藉著這個場合 在努力的發揮全球的影響力 對啊他就是想要建立一個 當美國沒有領導地位 或者說至少美國你可以承認 我中國也是世界兩強嘛 所以他一直希望就是說 跟美國也好 跟其他國家也好 他能夠保持這樣的地位跟形象 這是他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所以他做了一系列很多的做法嘛 包含成立亞投行 包含他在APEC在G20 他所有的演講 還有再到今年的這個達沃斯論壇 他在瑞士的演講 都是其實是賣賣相成 一環扣著一環這樣上來的 是有規劃的啦 當然從這個達沃斯論壇 今年除了說習近平超級出風頭 引起大家的關注之外 很多人就講說 其實今年的達沃斯論壇 根本就是中國的主場 為什麼 因為非常巧合的是 在開幕的當天 人民幣的行情 跟過去的走法完全不一樣了 其實人民幣當天開幕的時候 他早上開盤之前 他的中間價是還下跌的 因為他前一天下跌 所以他的中間價自然就下跌 那不過到了北京時間的下午 就是說等到他論壇正式開幕之後 他突然從貶值變成升值 那到下午4點半收盤以後 他甚至開始拉夜盤拉尾盤 當時那個境內的人民幣 最高的時候是突破6.85 那境外在香港的部分 甚至一度升破了6.8 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美元的部分呢 其實也是跟川普他之前第一次 就是即將要就任前 他的記者會表現失常 有很大的關係 你覺得他失常嗎 我覺得他是反映了他的本色 他不是講說 美元太強了 美元太強也許吧 但是反正他這樣的言論 讓各國的金融機構非常傻眼 川普其實是星期五上任嘛 那過去川普的言論一直都是 對著中國大陸 在針對貿易壁壘這件事情 保護主義再起是劍指中國大陸 未來到底中美之間的貿易大戰 會不會再起 川普的一連串舉動呢 其實一開始習近平的反應 還算是克制低調 但是就在那個川普拿了一中原則 來威脅就是中國要在人民幣 跟貿易政策上讓步的時候 中國終於忍無可忍了 因為已經觸動到核心力 所以我們也知道 川普的邏輯也很明確 他的意思是說 好 你中美經貿要談判 然後但是你必須有政治籌碼 那第二個是說 你的一中原則 可以作為政治籌碼來喊價 第三個就是 其實川普要的不多 他就是要你在貿易上讓步 對 但是問題是 他既然綁架了一中原則的話 那中國大陸是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這樣子 到底有沒有辦法上談判桌 到底有沒有辦法 就是避免這個 中美貿易大戰掀起 這是大家都很關注的事情 但是可想而知 是未來大陸在貿易這一塊 對 貿易這一塊 今年應該跟過去比起來 不會有往日的那麼容易了 其實他們今年已經很好笑 他們去年已經設定一個目標 就是說他沒有目標 他只要正成長就好 他今年是連那個就是 目標他都不設了 他乾脆就說我就是沒有目標 我外貿不設就沒有目標 他去年好像是設一個相對的目標 而不是一個絕對的幾趴的這樣子 對 就整個全球大環境不好 然後如果說貿易壁壘再起來的話 對大陸未來對外貿易的影響 其實是會很大的 現在大陸好像還是一樣是 對外貿易出口量是全球第一嘛 對 他還是全球第一 兩兆美元還是多少錢 所以去年一年砸掉了5000億美元 包含在護盤 包含資金外流 但是實際上它還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國 也是最大的外匯存體的持有國 這個短時間之內是不會改變的 不會改變的啦 對 當然經濟的發展 我們剛講 對外貿易它是三頭馬車裡面的一頭馬車 這個貿易如果不好的話 其他要靠拼經濟不管是消費或是投資 就會比較辛苦 尤其長期來中國大陸各個省份的領導 他的政績跟經濟成長是掛鉤的 就要看他實際的經濟發展如何 結果有人就因此造假了 這下子不只是那個中央巡視組警告而已 是真的那個省長就跳出來承認 對 但是他承認的是上一任省長的 對 是那個任內發生的事情 最近各地都在舉行兩會期間 然後就是遼寧在人大一個報告的時候 是在非常籠長的裡面有一個亮點 就是省長他公開的承認說 遼寧的2011年到2014年的數字 確實是造假 那就到就是 因為之前其實就是那個中紀委 是也有提到說 遼寧的造假問題很嚴重 他有提出警告嗎 對 對 有提出警告 然後這是官方第一次承認造假的問題 那造假情況有多嚴重呢 就是在2011年到2014年 大概造假的幅度 但佔同期的財政比例大概20% 那最嚴重的就是2014年到23% 對 所以他就灌水 那個數字裡面有四分之 將近五分之一是灌水的 對 所以他就說 我們也是頂著面子上難看的那個壓力 所以努力的擠壓出水分 就是承認了這件事情 不過大家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會往那個政治手段的方向去想像 因為2011年到2014年 遼寧誰組成 陳振高 他現在是中國大陸駐建部的部長 對 然後也 反正大陸那個派系問題嘛 大家都說他是江派的人嘛 所以現在好像 所以那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就網友就說 那所以請問前一位審長現在在哪裡呢 對啊 就大家就全部都指向了陳振高 好像覺得說他接下來應該在人事異動上 會有一些狀況 前幾天才那個上海市的央凶才下台 對啊 所以那個有可能會燒到他 網上還在傳他的那個辭職信 對對對 然後就說他的那個 習近平他自己人馬的就是應勇 大概就要上來了 那這個大家都在等著看嘛 對啊 所以有可能也會燒到陳振高身上 這個不知道 所以只能說他慘了 因為畢竟是當時他闖下的禍嘛 對 接下來會這樣 大家就看著說 因為那時候 就講了遼寧幫 就包括了那個薄熙來 然後 幾乎都落馬了 全落馬了 就剩下陳振高自己的那個女友 對 也落馬了 對 所以接下來會怎麼走 大家就看著辦吧 這個是比較嚴肅的這個政治話題 接下來快過年 我們就給大家講一講返鄉的事情好了 梅君不住在台北 我住在台南 那你的返鄉車票搞定了嗎 搞定了 其實台灣高鐵很好訂 就是他搶票的沒那麼多 那這不會在 也第一時間開跑的時候 你沒想到就搶不到不會 因為他 而且還會固定試出票嘛 你不是用媒體的惡勢力去要票的 我就乖乖的12點過開始訂票 是 這比起來中國大陸就特別難了 是 今年的春運因為是提早啟動 配合過年的時間提早啟動 買票的日期就縮短 所以號稱是最難買票的一年春節 對啊 其實每年的春運都很難買票啦 但是今年因為時間壓縮的關係 那雖然說有就是說護崑高鐵通車這個很大的利多啦 但是我想搶票的情況應該還是非常嚴重 所以今年發生一個很誇張的事情就是說 開始出現一大堆的搶票的APP 對我覺得這個好厲害 就是他說叫第三方的那個搶票的神器 平台搶票平台 對啊 然後甚至有人他其實是說他搶到了票之後 他才發現說其實他被收了50塊錢 因為那個是手續費 然後他說你要用我們的APP 然後要保證要搶到票要加多少錢 這是一定要的啊 因為一個搶票的機制已經需要加錢 我覺得這錢值得花耶 他就是有一些外接的應該是一些軟體吧 之類的 那這個大陸內部也有很多人在質疑 就是說他到底是不是合法的 不過目前是沒有說官方要出來取締的樣子 至少暫時沒有啦 那現在就是說反正大家搶不到票也是老問題 那就先搶再說嘛 回家比較重要 但是我覺得這些新科技 好像都不利於那些農民工們 因為他們可能在科技上是比較弱勢的 對 他們就戲稱說今年其實春運搶票 其實是一場科技戰 如果你不用APP的話 你返鄉之路就會非常難 剛剛中期給大家講的就是他搶票的神器 他的平台大致很簡單 就是他會先讓你填一個什麼 你的基本資料要從哪裡到哪裡啊 是什麼時候出發 然後接著他就會告訴你說 依照你這樣子的條件 你買到票的速度大概多少 要等多久才能買到 那假設你要什麼光速搶票啊 然後什麼閃電搶票 急速搶票 各有不同的價格 從20塊到50塊錢的手續費 所以50塊是光速嗎 最快的是光速 50塊是光速搶票 再來還有就是搭車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就比較特別 刷臉 啥意思啊刷臉 因為每次你知道進那個拿那個車票 然後你還要拿你的 像我是拿台胞證 你進去那個車票是搭排隊 那是非常冗長的一個過程 然後就那個 它就像搭飛機一樣 因為我已經很久不去 不去大陸搭這種交通工具了 所以我真的搞不清他最新 採取實名制之後 是怎麼乘車的 就是你拿了車票之後 他會有第一個關卡 會有人就是要驗你的證件 然後你拿你的車票跟你的證件 然後他還要就是感應你的卡 然後還要辨識你的臉 就是確認是不是你證件池有人 然後像我拿台胞證 我每次都覺得他看我看 看了特別久 對 然後就每次都卡了好久 是人核對不是機器核對 是人核對 但是他現在用刷臉的話 其實就是你那個證件 跟你的那個車票就一起這樣感應 然後就是那個條碼朝上 他就可以直接刷臉辨識 然後就大概3到6秒 就最多不超過6秒 然後所以就會大幅的 節省這個排隊的時間 疏散也比較有效率一點 那這樣要是整容的啊 整形的 對 就是整容 還有一個情況是剃光頭 然後他沒有辦法辨識 戴帽子也不行 那我們去G20的時候 他就已經在用這個 已經在用這個 對 但是那是針對記者啦 就是說小幅度 可能說幾百人一兩千人 他可以這樣子 那未來如果用到就是說大型的 每天要幾萬人這種場合 他到底能不能應付得來 是 對啊 這個 技術有沒有成熟到 系統穩不穩定啊 各方面是需要觀察的 總是一個好的開始啦 對 因為這樣可以節省很多的人力 也可以 系統運作順的話 其實是可以節省一些時間 誰叫那裡搭火車要實名制呢 台灣沒有嘛 所以大家可能比較無法體會 當然春節返鄉 大家是為了要團圓 還有一個什麼樣叫做有年味 對 我覺得放鞭炮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可是今年 偏偏有個地方為了要防霧霾 結果鬧出了朝令夕改的爭議 就像我們台灣如果說 你那個朝令夕改的話叫髮夾腕 那我覺得大陸也罕見地出現 這種髮夾腕的情況 而且是因為不堪民怨 那基本上就是大陸 因為霧霾很嚴重嘛 其實各地過去幾年來 都有限 就是限放或是禁放 煙火爆竹的情況 一直都有 過年的時候才能夠 對 但是它是限時限地 比如說你春節開始一段時間 你不能放 或者說就是大城市你不能放 但是就是河南省 它就1月13號的時候 它就突然把那個 禁放的那個層級 提高到限以上的城市 然後隔天又變成是全省全範圍 就等於全部改 而且不是春節的時候 是即日期 就是禁放煙火爆竹 然後結果這不得了啦 就是所有的 還有幾家200多家的企業 就是爆竹的企業 就是連署說就是反對 它是不是去抗議了 抗議了 就是連署要抗議 可是它媒體不叫抗議 它說他們是集體到 鄭州商城的飯店去反映意見 對 其實當地的煙火商 跟政府本來就關係有一點緊張 因為去年好像有發生過 兩期就違法的煙火事件 然後有可能有死傷嚴重 然後政府就下令所有的工廠 是不能夠再生產那個煙火爆竹 然後好像還 今年還為了這個事情 告上法庭 就是要告那個省政府 所以其實兩邊的關係 本來就很緊張 然後又出現了這個突然 好像沒有 突然了它的財路 對 然後它說 那麼多庫 你夠年前那麼多庫存 對 然後你賣不出去 會有危險嗎 那它也沒辦法交出貨款 那最後後來就是政策就急轉彎 就退回到一開始 就是還不是限級以上 就是反正就一開始那個 限制放那個煙火的這個政策 其實為了要防止霧霾 再加上說原本在春節 燃放那個爆竹煙花 本來就是有一些限制 今年有一些城市 其實相應的也採取了一些措施 對 但是這個東西 之所以會引起很大的質疑 就是說以前一直都有限 但是那這兩年霧霾特別嚴重 大家很關心霧霾 但老百姓就會質疑說 那真的是因為放煙火造成的霧霾嗎 我覺得好像政府畫錯重點了 就怎麼會針對老百姓 那你怎麼不去抓那些工廠 或者是說去抓那些排廢棄的車子 你為什麼要來抓我們放煙火 你說一個人放煙火能放多久 工廠24小時 車子24小時在跑 而且因為這是一種 中國人非常重要 過年時候的民俗 就是說你在民俗跟環境污染控制的 中間你怎麼去取一個平衡 所以是過去幾年的禁令 其實各地政府都不敢碰觸到鄉村不能放 農村不能放煙火這一塊 就大家忍了一整年的 你怎麼一過年還不讓我們放 對啊 這太不人道了 你看幾個城市它各自有不同的做法 比方說北京 它就要看當天的那個天氣的污染的預警 如果是橙色或是紅色 你就不能放 也不能賣 也不能配送 可是像杭州 它就是杭州跟山西 山西的大同 它就線區 比方說大同的古城 比方說杭州的經濟開發區 當然這些就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到中國大陸去旅遊 千萬台灣人去旅遊 這邊放煙火 所以要小心 要入境隨俗 注意好人家的規定 否則你要被罰很多錢的 這抓到可不得了 好 當然 台灣人過年的時候都習慣到大陸 到大陸或是到海外其他的地方去過年 已經變成一種流行 中國大陸也不例外 據說之前我們給大家講過嘛 2017年的春節 大陸最夯的出境 有在寶島台灣 可是如果我們用全年 2016年來看的話 非也 最熱門的地方不在台灣 其實今年 應該說從去年開始 這個趨勢就很明顯了 現在第一名大概 大陸人最愛去的就是泰國 那再來像日本 像韓國 那甚至說歐洲比較貴的法國 意大利 這些國家也有人去 那像韓國的話 其實它一直以來都有很多路客嘛 這是非常 這可以想像 可以想像 但這兩年很神奇的 就是說大陸人特別愛去 日本跟韓國 日本跟泰國 對 那包含像印尼 其實也逐漸成為熱點 那我覺得這個主要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 簽證的政策有放寬啦 像印尼其實從某些機場來 你現在大陸人是入境的話 基本上就是從落地簽 然後慢慢就變成免簽 那泰國現在雖然還是落地簽 但他幾乎也沒有任何條件 就是說你只要可以去 然後你一個人交兩千塊一千塊泰銖 你就可以入境 所以在曼谷的機場 陸客是大排長龍在那邊辦那個簽證 我有一次去我半夜一點到 然後我大概排了兩個小時 對全部都是大陸的遊客在排泰國的入境簽 非常的可怕 你五年十年前還沒有辦法想像這件事情 那日本就更是有趣了 日本的話就是說 日本政府去年推了一個很有趣的政策 它就是說 以後大陸教育部直屬的大學的學生 還有畢業三年以內的校友 你可以直接去跟他申請自由行的簽證 然後你不需要財力證明 你用你的學生證 或者用你的畢業證書就是財力證明 就出國門檻完全降低了 對啊 以前雖然日簽沒有美簽那麼麻煩 但是基本上他資料的那一關還是很難過的 你需要拿很多的錢出來做保證 然後你需要一些證明 然後需要單位 就是公司開一些你的就職證明等等 那他現在日本也其實逐漸放寬這個 所以大陸遊客這兩年也非常誇張 瘋狂的到日本去旅遊 他到這些地方 原來不是我們自己想像說 因為比較近 所以他就可以就近到鄰居那裡去玩一玩 還包括來自於簽證的方便 是 那像台灣它排名落後 是除了政治影響 一方面也是因為對台灣的旅遊 可能新鮮感沒之前那麼重嗎 對 因為我覺得像 我覺得政治的影響很大 像除了台灣之外 香港 新加坡 跟幾個比較常去的國家 其實都在下降 所以就是說很明顯的趨勢 可以看到就是說 大陸現在開始有新的旅遊的目的地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比較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因為陸客一直被稱為是移動的錢包 就大家都希望說 這個財神爺這個錢包可以到 到我們這裡來 對 可以創造一些那個 觀光的經濟效益嘛 結果這移動的錢包不來就慘了 因為像去年台灣 好像只有統計到11月份 是減少陸客56萬人死 對啊 其實像香港新加坡也有在減少 包括很多外國媒體也在講說 哇陸客不來 新加坡的百貨公司要怎麼辦 這個其實都是有反應的 但同一個時間 去日本去泰國去印尼的人數是暴增 甚至有人一年成長100%以上的 這非常非常的誇張 那民國無機場 甚至因為陸客太多 它開了一個中文的微信的官方帳號 這在以前是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 怎麼樣把移動錢包給招回來 或是我們要增加更多的這個遊客 對台灣來講是需要努力的地方了 最近出現了一段影片就被網友罵翻了 大陸無人機這幾年還蠻新奇的 就是像在總部在深圳的大江無人機 它真的它的那個銷售量是非常之大 而且它主要是外銷 它這幾年是拓了那個大陸國內的市場 然後就是這無人機就是那個影片中 就只有8秒時間 然後它就看到說 它是大概近距離的拍那個客機 然後8秒對可以看到那影片 這影片 對然後推估大概至少距離幾百公尺的距離 然後所以那個影片 這是因為飛機正好在降落 對差不多 降落的過程當中 它應該是距離 後來有網友去推測那個地形 大概是那個杭州的硝山機場附近 對然後就要準備下降的時候拍攝 然後所以其實它那個無人機 大概是在離地面大概四五百公尺的距離 然後就拍攝那個飛機 所以那個微博放上去之後 就是警告說你這已經是觸法囉 然後就是大家開始轉貼這個新聞 然後就開始罵那個就是不道德 就怎麼會有人用那個無人機拍攝 危機到那個飛鞍 對 飛鞍的危機 對然後後來就是警方也去調查證實那個影片不是後製的 是確實有人 所以它並不是被PS 它是真的 它是真的拍攝 真的是無人機去拍攝出來的 所以其實台灣也有類似情況 像好像去年國防部也是發布說 近年來就是那個我們的那個軍機的機場 那些基地就是會被無人機空闖進來 然後包含說還有一些很多航班會因此 然後就是會延誤甚至還要 像大陸也有類似就是還要出動那個軍機去驅趕 去攔截嗎 無人機 對 它比鳥還可怕 而且大陸的無人機其實取得很容易啦 你說一般就是不是很專業的 對 玩家要玩玩 它沒有什麼實名制的危機 沒有什麼實名制 然後四五千塊人民幣就可以買到一支 但是這個將來在管控上會很大的困擾 就除了非安的問題之外 再來是隱私跟秘密的問題 但是其實更大的問題 像伊斯蘭國已經拿去當武器使用了